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多天的期待 终于迎来2.4测试服开服了 2.4卡池中有云黎加焦丘和新四星3月7的巡猎命图 3月7虽然定位巡猎 不过战绩居然是给队友拉条和增伤 属于半辅半输出 这次焦丘争议比较大 把之前的少量奶和减防都抛弃了 黄泉队友没了 云黎就是反击机制 名副其实的克拉拉 下面来详细看看 四星3月7星命图是虚数巡猎 武器从存护的弓箭改为了双箭 四星角色就不要有太多幻想 数值给的一般 有意思的是战绩居然可以给一名队友加速 而且根据命图不一样 提供的效果不同 输出的队友增伤 其他命图的降低 韧性效果增加 巡猎命图3月7主要输出是终结技和强化普攻 虽然是四星 但并不是给玩家白嫖 需要抽取 焦丘主要看点就是致敬 需要叠层来增加伤害 一魂为关键命座 增加叠层速度 其他技能组并没有多少看点 焦丘一直以来都被传是黄泉的最佳队友 主要是看中其减防能力 没想到测试浮出来就把减防砍掉了 黄泉彻底牙火 并且把之前说的少量奶以一并消掉 数值也给得很低 直接从三体人改成了四不像 本来男性角色就不怎么受欢迎 长相一般 加上数值暧昧 估计要凉 最后是云梨 名副其实的大号克拉拉 大招不能说他们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意义完全相同 都是减伤加增加嘲讽 只是后面的机制有所不同 两者都是靠出发反击为主要输出手段 更加好玩的是连属性命图都一致 一命为云梨主要命座 总体来看2.4版本 两位五星角色表现一般 夸张一点说焦丘让人失望 云梨没有创新 唯一看点就是出了三月七性命图 不过仅供观赏 打输出就不要想了 最近这几版在命座立会设计师上面 好像都钟爱半果 云梨也逃不过这个命运 这个六魂立会画面应该在剧情里面 二点案的任务抓紧清一清了 大宝敌已经准备好 就等流营上线 对于2.3版本的热门活动 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 插分宇宙和末日幻影的玩法和奖励 那么其他活动又有什么奖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型版本活动 折子小鸟对对碰除了有星穷奖励外 还有一个四星自选奖励 其中包括加拉赫 寒鸭 卢卡 阿兰 游营队直接选择加拉赫 争取能凑个二命 其他角色按需选择即可 算上之前活动能够获取的星穷 总体来看 2.3版本能够拿到的星穷数量还是很多 不过需要玩家稍微干一干 这样来看 6月19日将会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周三 另外2.4测试服务已开启 这里先把三位新角色的光追图分享出来 由于是前瞻消息 还请各位开拓者选择阅读 先来看看小三月的光追 状态看起来是在练剑 真不愧是看板娘 穿什么都好看 云里的光追利会图和角色利会图 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光追要更加可爱一些 周围还有猫猫橘猫和梨花陪伴 看来美术也是研究过的 焦丘的利会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没想到竟然直接睁眼睛了 之前外网那边还讨论过焦丘瞳孔的颜色 这下也算是解谜了 盲猜焦丘大招会睁眼 预计时机会有惊喜 看了利会之后 开拓者对着三位的抽取欲望是否有提升 米家启动器已经开始全面下载渠道 获取客户端之后 已经下载过米家游戏的小伙伴 直接选择下面的已安装 定位游戏即可 不要重新获取 要不要重新获取 这下载游戏的转型 每个人都要提升 你画 commandment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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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